嗨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8號 在12月2號的時候也在6天前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裡剝了一個波式器的種子 剝了一堆波式器的種子 那其實在兩三年前呢我就已經看到它發芽了 當時呢我跟大家講說大概一週內就會發芽 那快的話我發現它兩三天它就發芽了 那發芽的情況呢我們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來看看 我們現在看到這育苗盤呢 現在看得到呢已經有少數的幾顆種子呢 已經順利發芽 那當初呢12月2號的時候呢 我有示範怎麼種子給大家看 那現在呢拍這個發芽的影片呢 給大家參考參考 那現在並沒有 現在發芽的那個整個看起來 發芽率還很低沒有很高 就波式器呢要種的就很簡單 就是你種下去呢要保濕保濕 它自然就會發芽 所以算是一個蠻好種的一種植物 再來接下來就是要等它長大開花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拍一個發芽的情況給大家看 將來呢開花的時候呢 我們再另外再拍過一個拍一次影片 那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記得收看 我們會再拍一次 那麼多的影片 我們會這樣找到